緊急車輪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秦燈 現在這是2019年底的時刻 我覺得今年台灣的車市 有點像最近的新聞打開電視是什麼 就是選舉的話題 也就是說我覺得 回顧19年來國內車市 如果你的聲量度蠻高的話 你的銷量也都會不錯 那我們今天要來參加的其實就是 我覺得今年非常有聲量的福特的Focus 因為它在2月推出了全新的大改款 它包含有4門以及5門車型 意思是每個月平均銷售 都有1000台左右的銷量 算是非常好 其中6成又是以5門的ST-Line為主 當然這台車在上市的時候 有一個大家討論的話題 就是所謂的扭力量之亂 就是它的後懸吊採用的是扭力量 跟國外一些國家的版本 採用的多連桿有些差異 這個話題其實在網路上討論的蠻熱熱 但福特原廠終究 他們從來沒有說過 他們自家的扭力量 比多連桿的整體表現更好 那就是以我們媒體試車的角度來說 評量性說真的 它的扭力量調教的算是很有水準 但是有鑑於這個產品 在國內持續的話題聲量 以及有很多的聲音一直冒出來說 如果有多連桿要多少多少多少 那原廠終於停到了 它也正式跟它們的母廠爭取了 所謂多連桿後懸吊相關的一些底盤的總成 終於推出了LOMO賽道特化版 我們今天就來好好體驗一下 那這一次的LOMO FOCUS ST-LINE的賽道特化版 基本上外觀沒有太大的差異 只有在車尾左邊有一個LOMO的場灰 另外在胎圈其實配置都一樣 但是往輪圈裡面看它的煞車系統是不一樣 有做了升級 疊盤尺碼是282變成了308mm的盤徑 卡鉗的部分也改成了紅色的卡鉗配置 其他的差異就像我們剛剛片頭講的 後面的多連桿懸吊之餘呢 其實它前面的懸吊 原廠表示它的阻尼也做了重新的調整 另外還有的就是像是在車尾的尾燈 也多了LED的尾燈飾調 除此之外在內裝的部分 基本上也都是維持原本ST-LINE的佈局 但是有一些小細節 就譬如說在門的把守的部分 原本是在副駕駛座乘客之後 都有中控鎖的裝置 現在已經都取消了 只有在駕駛座有中控鎖的開關 這一次的車款變更之後 其實從規格數據上 現在的LOMO賽道特化版 它的車重 我記得Focus在這次改款出來的時候 有強調跟三代的五門車型相較 輕了70多公斤減重 然後這一次因為改了多連桿懸吊 以及我們剛剛講的 煞車系統等等的配置差異之後 它又重了大概有30公斤左右 所以現在已經來到了1390了 逼近1400公斤 換句話說 如果你要拿這台車 測0到100加速的話 我相信應該會慢個一點點 還有就是原廠的官方的油耗數據 它從原本1公升的16.7公斤 降了一點點到了16.4公里 接下來我就要來體驗看看 後面有兩個關卡 一個是KM77 就是所謂的用時速70多公里的 做一個Lane Change的迷路測試 再來回來以後 會再做一個五個追桶的繞追 體驗看看到底多連桿 有比扭力量厲害嗎 走 好我們現在要來試的是Focus 他們這一次推出的LOMO賽道特化版 看看它後面懸吊改成的多連桿 以後到底有沒有一樣 在KM77的關卡 用70進入這個Lane Change 低燙 老實說 似乎沒有太大的差異 感覺後面有稍微穩定一點 一點點 但我覺得不是很明顯 好我們再來看做繞追的差異 就是後面你會覺得它的繞追 會算比較穩定 但我覺得基本上 因為原本的ST-Line 我覺得它的操控的路感 就已經是表現不錯 但是現在換成了多連桿 我覺得是有進化一點 但是我覺得差異沒有很大 再一次 我們把速度提高一點 看看KM77 我們剛剛是70 我們再拉高一點點進去看看 這一次它還是可以很從容的這樣 過去一個迷路測試的Lane Change 我都沒有煞車 大概進去的時候是超過70多一點 大概75左右 欸 很穩耶 但今天因為是在停車場的 迷路測試跟繞追啦 但我覺得在賽道的話 應該對秒數的精進 多連桿會好一點 我來開開看 開完兩趟了 基本上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差異不是很大 但車尾現在換成了多連桿以後 重量也增加了一點 但是基本上穩定度 有比Toy Vita扭力量好一點 那不是很明顯 但相信今天如果在 力寶賽道的話 它對於這個彎道的精準操控 會更提升 但換句話說 我覺得上次在 力寶試駕扭力量Focus ST9的感受 我覺得它滿有樂趣 就是後面會跟著車尾走 我還滿喜歡這種感覺 但現在換成了多連桿之後 感覺後面的靈活度 就沒有這麼的方卡的感覺 好 我們試駕完車了 其實就像我剛剛在車上 跟大家分享我的開完的感覺 我覺得老實說 其實沒有太明顯的 多連桿跟扭力量的差異 如果你硬要說差異的話 我覺得在這個KN77 就是Lane Change 第一次 第二次的時候 第二次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要維持70的速度的時候 你會覺得多連桿懸吊的車尾 的確它的限界感覺有比較高 但是原廠並沒有安排 兩款車同時讓我們做比較 我只能憑我過去試駕的印象 分享給大家 但話說到這邊 我覺得如果你是先前已經買了 ST-Line扭力量的車型車 我覺得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好 去計較為什麼現在又出了 多連桿的車型 那說到車價的部分 因為我們試駕時間點 其實現在距離它正式發表 台北車展27號 還有一段時間我們還沒有拿到 不過就在網路上一些 競銷商的接單價 據說好像貴了七八萬吧 至於最後詳細的正確價格 請參閱我們這支YouTube影片 下方說明欄裡面 會把它補上完整的售價資訊 給大家參考 好 那我們今天在六福村的 Focus ST-Line LOMO 賽道桃花板的試駕就到此 告一段落 別忘了持續關注 鎖定我們車水馬龍網頻道 也就有信奈迅農的粉專 掰掰